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纪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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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意 无量寿经 请作为同修 先开注解 二百二十一页 二百二十一页 请看第四行 第六端 有苏超云 一贤手 叛教分五 为 小 始 终 顿 缘 今 此经者 顿教 所设 一负 兼通 前后 二教 圆全 设此 此分 设圆 这段开示 是莲池大师 在弥陀经书超里面 所讲的 联工 注解弥陀经 他完全采用 显手中的 师门开启这个方式 那么从这个做法 就知道 弥陀经 也是属于大经 这个架势 那为什么 联工要用 师门开启这个方法 解释弥陀经呢 他可不可以用 天台中的 五重悬疑 也可以的 之所以这样做 因为在 莲池大师 他是明朝人 那个时代 喜欢参禅的 佛门弟子呢 很多 但是许多人 对于净土法门呢 就忽视了 他对净土中呢 不尊重 看不起 净土法门 这个太简单了 所以联工 为了要 让大家对于 净土经典 对于弥陀经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于是呢 就特别采用 华言经 这个开讲的方式 同时呢 还用华言经 来触解 弥陀经 本来 大家对于 华言经 就很尊重 那在一看 联工 这个做法 大家就不敢 藐视 这个弥陀经了 所以在 那之前呢 这个禁宗 可以说 比较衰落 但是在 联工的大力提倡之下 从明朝开始 我们净土中 又开始兴盛起来 到后面 欧威大师 这个禁筑 越来越好 那么这个 此题所说的 始 中 顿 元 这些教义 加上前面 一个小 小教 五教 除了小教 敬宗 不赦 就是没有这种思想 其他的四种呢 始 终 顿 元 通诺都具备 后面再继续讲道 四法界者 一 世法界 二 离法界 三 世理 外 法界 此三 诸教 所有 四 世事 外 法界 为 华言 易经 有之 名为 别教 易圣 大家请特别留意 讲到四种法界 前面的三种 在其他经上 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这个 世事外法界 唯独在哪部经上 我们才能够见到呢 华言经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 别教 易圣 什么是 易圣呢 易圣 就是我们常说的 成佛 这个是 易佛圣 也就是成佛之法 成佛的教学方法 关于这个四法界 为了帮助我们 多了解一点 现在请大家看一下 参考资料 上册 二百三十一页 参考资料 上册 二百三十一页 大家找 四法界 这个四法界呢 出自于华言法界官 他首先解释 他首先解释 法界者 一切众生 身心之本体也 什么是法界呢 所有众生 身心的本体 就是的 法 就是 鬼则 鬼呢 就是鬼道 则呢 就是原则 那这个戒 它有信 有分 这两个意思 从体上讲 是信 这个意思 从事上讲呢 是分别 这个意思 若于事说 这是就事上而论 戒 就是分的意思 为谁是分别 故也 你看我们人讲话 就很明显的 我们常常用 这个说法 我 那有我 跟着就有谁啊 你 他 你我他 你看人 就大概分这三大类 这个就是戒线 如果从这个 理上说呢 戒 就是信的意思 底下讲了 为诸法 信 不能 变异 故也 法 信呢 是一个 佛在大神经上 告诉我们 一切法 都是这个信 变现出来的 我们是同一个体 这个戒 虽然有千差万别 但是那个体啊 是不会变的 是唯独一个 我们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 我们就说人好了 这个人如果大分的话 几个部位呢 头部 颈部 躯 躯 手 脚 对不对 这算是不同的戒吧 不同的这个部位咯 但是再怎么分呢 请问这些部位跟 其他的这个部位 是什么关系 一体的 对不对 这个手跟脚啊 虽然相差挺远的 可是我们连在一起 这叫一体 那佛把这个关系 要再扩大 一切众生 也是一体的 有情众生 跟无情众生 都是一体 这个观点呢 佛家告诉我们了 告诉我们之后 我们就可以自然 展现出一种良好的心态 什么心态 平等性 所以这个左手跟右手 左脚右脚 他们会互相怎么样 互相支柱 互相的帮忙 互相的协助对方 要让这整个身体呢 变得非常协调 我们人为什么会有冲突矛盾呢 根本原因就在于 我们不认为 我跟别人是一体的 所以呢 我看对方就不平 总把别人看得很低 把自己呢 认为是高高在上 这就不平等了 这是错误的观点 那么经上讲了 这个体 它是不会变更的 后面进一步讲到 以此 性分互相交络 就是理跟是 成了理事无碍的法界 那么这个现象在哪里呢 就在现前 通通都是 所以大家看这个经 里面大圣经就讲了 当下便是 就在眼前 以理容诗 意义融通 这就变成了 事事无碍的法界了 这个讲法呢 唯独在 华言经上 有说 而且说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知道 作为中国人 能够有 目前全世界 最完整的华言经 那是最有福报的 虽然说还缺的相当一部分 但是呢 其他国家找不到这个版本 唯独中文的版本 目前是仅存的 要好好珍惜 下面就进一步的来说明了 哪四个法界 我们看第一个 是法界 为诸众生 色心等法 一一差别 各有分歧 顾名 是法界 这个分歧 就是限量 众生色心 这个色呢 就是指的物质 心呢 就是指我们的精神 这方面 一般呢 大家都会把这个物质 跟精神呢 分为两大类 互不相关的 而实际上 这两者 有没有什么关系 有的 再说得准确一点 有没有所谓的物质 这讲色嘛 有没有物质呢 没有 科学家都证明呢 宇宙当中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物质 所谓的物质是念头的波动现象 弥勒菩萨讲了很清楚 一坛子 三十二亿百千量 在这么短的速度当中 就变现出 整个宇宙出来 那这些 所有的万象 都在这么快的频率当中 不停地演化 哪一样东西 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变化 最明显是哪一个 身体嘛 对不对 这个身体 细的我们观察不到 但是粗的 这个可以 所以要证得 八地菩萨 您对这个物质的变化的频率 它多快 您不但是晓得 还怎么样 还亲自见到 所以我们要晓得 一切物质现象 原来都是由心 变现出来 这就是 大圣经上所讲的 相有心生 色有心生 再说得多一点 我们希望这个物质现象好 说得密切一点 我们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康 我们的念头重要不重要 太重要了 因为这个心 决定我们这个身 所以我们身体好不好 跟什么有关系 您的想法 所以我们看这个佛家 就是用这个意念 来把这个身体给调好 像这个密宗 他们持咒 持咒呢 那个咒语持得正确 可以把他这个病痛 给消除 我们念佛行不行呢 也可以的 那关键就看我们这个念佛 专不专心 是不是要把所有的杂念都放下 底下讲到 意义差别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球上 目前人口71 国家呢 200多个 文化不同 生活环境不同 信仰不同 假如说 大家都懂得这个宇宙的真相 彼此之间 那就不会啊 互相干扰 我们就会呢 互相的帮助对方 其实我们看图巴这个地方 目前人口16万 据说在这边 从全世界来的人 差不多有一百多个族群 你看到这么小的地方 才16万人 有这么多的族群 那我们如何让大家和睦相处呢 还是要把那个礼跟他这讲清楚 把真相说明白 好 这是讲到事法界 再看第二个 理法界 理呢 就是讲的体性 为诸众生 色心等法 虽有差别 虽有差别 而同一体性 所以称它为 理法界 万物千差万别 可是呢 总是理不开 一个道理 那个道理就是 我们都是同一个理体 理决定是有 不生不灭的 可是呢 这个理啊 非常深 一般人呢 不太了解 我们也许要问 为什么佛了解 为什么菩萨知道 为什么阿罗汉 比我们知道的多呢 甚至于天人 比我们知道的要多一些呢 原因何在 因为人家的心 比我们相对来说亲近 他这个心呢 比较定 所以他晓得的 就比我们一般人要 很广了 你看乐园金山 有一句话怎么说 晋即光通达 那个光通达叫做 光就代表智慧嘛 禅宗说道 明心见性 大彻大 所以我们想要了解到 整个宇宙的事实 一定要呢 把这些烦恼 统统都放下 第三个 理事外法界 为理由事贤 事懒理成 理事互容 所以叫做理事外法界 这就越讲越深了 理 很妙 我们六根接触不到 为什么 为什么接触不到 因为它不是物质现象 它也不是精神现象 它也不是自然现象 但是呢 这个理啊 它确实产生作用 我们从哪里感觉到 有这个理呢 理在哪里呢 理就在事里面 事跟理 是互容的 它们是不能够分开的 你想想 如果说事里面没有理 那这个事怎么能够成立呢 说得很简单吧 这个手机 您让它直播 这是事吧 对不对 它有没有一个道理呢 肯定有个道理吧 那这个理能不能够离开 那个事呢 不能够 事也不能够离开理 所以它们是互为作用 佛家呢 把这个事情呢 讲得就非常清楚了 所以我们自己啊 多看大圣经典 要把这个源头找到 源头就是自信 本来面目 要看清楚 我们在前面呢 这个有提到 实相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实相无相 第二句话是什么 义无不相 那个义就是也是 它也呢 无不相 实相就讲这个真心嘛 信德嘛 或者说这个理论 它是没有三种现象的 但是遇到源的时候呢 它又能够现出这三种象出来 理不可得 象可不可得呢 或者说这个事可不可得呢 也不可得 为什么说不可得 一坛子三十二亿百千年 请问哪样能够得得到 连我们这个身体都得不到 你说身外之物 怎么能够控制得住呢 真的这个经典呢 越深入 那个心呢 就越来越清净 其实人呢 不应该给自己找麻烦 但是我们凡夫呢 又常常给自己啊 添烦恼 之所以会这样子 还是在于 没有深入 佛经 假如说 它真的是深入这个佛经 他把这个势力搞清楚了 他的念头 马上就转过来了 所以我们要晓得 一切法 它的决定权 真的在于我们的心念 整个宇宙 都受这个心的控制 最近俄罗斯提出一个警告 有一个小行星 现在正撞向地球 物色人只看到那个标题 没有看他的文章 其实我们需不需要紧张这段事呢 这些天文学家很紧张 哎呦 他们用那个高倍的 应该是很先进的 这个太空望远镜嘛 看到多少多少公里之外的 这个小行星 朝这个地球飞过来 可不可以化解 这个所谓的劫难呢 他们就担忧嘛 可不可以化解 可以的 如何化解呢 修清静心 就可以化解 修慈悲心 就可以化解 纵然他真的飞过来 他会如何呢 从我们这个地球旁边 就滑过去了 有福就会免难 反过来讲 如果我们这个星球的众生 绝大多数人都在造谈诚痴漫 会不会有天灾发生 肯定会 所以一切法呢 真的决定于我们的医业 口业 还有自己的深业 直到这个 理事无碍法界 我们从今天起 一定要想到 我跟一切佛同一个体 我跟一切众生同一个体 所以从今天起 我要尽量的去关心别人 要尽量的去照顾别人 不要再想自己 不要为自己的明文力养 绞尽脑汁 真的 常常为别人着想 您的福报会越来越大 您的这个智慧呢 也会越来越高 所以啊 这些道理呢 佛常常跟我们说 我们要能够体会 同时呢 要能够接受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尽量练习 一切法 都是横顺这个外缘 最近呢 最近呢 有一位同修就说 他在工作当中啊 遇到一些困难 很头疼 其实呢 他说这个事 我们也是以前 听说过类似的 只不过是听到 新的同修 说同样的事情 五十年很感慨的跟他讲啊 你做这个工作难啊 你知不知道 当法师也很难的 大家小朋友当法师很难啊 您晓得 您怎么晓得的 当法师真的很难 哎呀 我们追究他的原因了 很多 其中一个很麻烦的因素 就在于 现在的小孩子 他从小就被一样东西 给伤害他的亲情心 手机 不晓得在家 菩萨们 您的小孩 现在会不会玩手机啊 最好不要让他接触 我们听说 现在的小朋友 两三岁就会玩手机了 都会发卫星 哎哟 他 他怎么这么聪明 可能是爷爷奶奶 或者是爸爸妈妈 常常玩手机嘛 他的旁边耳濡目染 不用教的 他都学会了 然后又加上 家里有个电视 等他以后上小学了 会玩电脑了 那麻烦的 三种电器 他的接触 这样呢 他那个纯洁的心 善良的心 就被严重的污染 所以以后啊 等他长到十多岁了 这个老师管教他 难咯 老师要批评他 指着他 那个学生怎么回应呢 跟老师顶撞 哎呀把这个老师气得不得了 所以悟生就昨天劝这位同修嘛 我们在这个时代啊 做这个教育的工作 一定要忍辱负重 千万呢 千万呢 不要跟众生结怨 小到家庭 要互相的 保持 和谐的 这个氛围 要尊重对方 措辞非常重要 讲话特别重要 所以我们呢 用定会之力 降服住自己的烦恼 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啊 扶住对方的烦恼 假如说对方 稍稍有一点波动 我们就受他的影响 那证明自己的功夫还不到位 的的确确啊 在这个时代呢 不管是世间法 教育工作者 还是初世间法的 红法的法师 或者是在家大德 都要知道 将来做这个事情呢 难度特别大 当然了 困难很多 我们要不要继续做呢 还是要做 这还是我们大家看得到的呢 人呢 我们觉得帮助他回头不容易 还有我们看不到的众生 对不对 那这个话我们一般都不说了 我们只说看得到的 所以哦 这个教化众生难度特别大 那自己要怎么样呢 加倍用功 唯有十足的定会 才能够转外面的境界 没有真实的定 没有真实的智慧 不可能 扭转他的意念 那我们转不了他 就肯定会如何 被他拉着跑 所以佛家讲的话 非常有道理 再看第四个 这是啊 世事无碍法界 前面刚刚提到了 这个境界呢 在其他经上没有提到 只有在华言经看到 哎 无量寿经有没有啊 也有 我们待会儿看了下面这个 十玄门 你就知道了 妙不可言 下面讲到 为一切分歧事法 称性融通 一多相及 大小互融 重重无尽 故名世事外法界 讲到真相 说到这里 才算是真正的 大圆满 大究竟 这是佛家 最圆满的境界 我们现在呢 不必着急 要弃入这个境界 这个说句实话 我们现在根本就做不到 我们现在只要做到什么 老实念佛 有把握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就好了 到达极乐世界之后 那这里所讲的四种境界 您自自然就晓得了 自自然就弃入了 所谓的四个法界 其实它们实际上是什么关系 这不讲得很清楚吗 一多相容 一就是四 四就是一 好 这次讲到四法界 大家把参考资料收起来 我们再继续地看 诸解 二百二十一页 第七号 以华言全元 经得少分 元教全色此经 此经分色元教 元教呢 就是华言经 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个 净土法门 华言经 我们有留意到 他后面有讲到 十大愿望 倒归西方净土 我们这部经呢 可以说 处处都讲了这个事情 就是去 我们带人家去 所以啊 华言经上的 事实无碍的境界 我们在 无量寿经上 也见得到 底下念老就讲了 故莲池大师 判小本为分元 小本就是弥陀经 故列举大小二本中 事实无碍法界十例 莲公啊 他这个说法呢 他是讲的分元 他没有说全元 他举了十个例子 讲这个事实无碍法界 以证 阿弥陀经 分属 元教 用他来做证明 可见 莲池大师 以盼阿弥陀经 为元顿之教 此则 中日 诸大德 之所同也 莲池大师 这是大家在语气上 表达的不一样 那有的大德说呢 弥陀经是元中之元 我们在前面看到了 这个日本的高僧讲的嘛 那莲池大师怎么说呢 他说是分元 他没有讲呢 元中之元 那分元就是说 是元教里面的一部分 为什么联工这样子讲呢 底下 联老就把这个原因 给我们指出来了 此盖机缘之一 而善巧不同而 你看 这就是 缘分不同 莲池 本怀 与善导 偶义即日本诸大德 何尝烧义呀 这换句话说 莲池大师的真实看法 其实跟谁相同呢 跟善导大师 跟偶义大师呢 还是日本的这些诸大德 完全一样 只不过是莲池大师 那个时候出生的年代 比较特殊 因为他写 书朝的时候在明朝嘛 那个时代是什么状况呢 正当狂残风靡之际 所以在那个年代 这个佛教界 大家特别推崇 才重 如果讲到这个人是念佛的 反而会怎么样 被人家笑话 你念佛啊 他就 把人家就看低了 所以联工就觉得 应该要把这个净土宗 再振兴起来 所以他就采用了石门开启 来筑建 弥陀经 那大家一看 感到非常震撼 想不到 薄薄的一本弥陀经 居然有 底下所讲的这个石学门 光是这个一个 大家就觉得非常惊讶 那各额光是完整的 石门开启 后面呢 在引用彭济清老居士的 他这个说法 他老人家说呢 这个《无量寿经》呢 是中本化验 那《弥陀经》就是小本 联工在明朝那个时候啊 他是 不得不全宜善巧 辅救群姬 而作方便之谈 正如省善登居士之言约 所谓大全菩萨 屈披当机 因病于要 实节因缘应而也 这段开启呢 也是我们作为蒋经的 法师同修呢 要特别留意 因为呢 作为一个红法的法师 他不得不受到 当时社会风起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任何时代 讲话都要特别小心 要特别谨慎 为什么 如果说说话不得体 很容易就会招来人家的攻击 毁谤 甚至于呢 陷害 那如果造成佛门的 这个明显的冲突 不但对我们自己本身有伤害 还会让谁看到了不高兴 那就不学佛人 对不对 他看到里面的佛门 这各种各派在那边 争吵 他们就对佛法没有好的印象了 所以写文章 说话 要特别留意 这个大权 事先 它是属于呢 佛菩萨 大圣人 权就是权巧 也就是善巧的意思 我们都知道 莲慈大师是谁在来的 阿弥陀佛在来的 你看 阿弥陀佛在来的 他说话也要怎么样 要横爽当时 这个众生的程度 下面呢 是法华经悬疑 第六卷 所举的例子 摩耶 摩耶 大家应该知道 他是谁 你们可不要说 你们不认识 摩耶是 释迦牟尔佛的母亲 那 释迦牟尔佛的儿子是谁呢 罗霍罗 据说呢 摩耶夫人呢 她曾经发了大怨 她要做千佛之母 所以 后面还有九百九十五尊佛嘛 那这些菩萨从都在天下来 投胎 在人间出生 那谁做他们的母亲呢 都是摩耶夫人 不过 我们相信 应该那时候 每个佛母的母亲 名称 不一样 不一定 还叫摩耶嘛 那么 这一次呢 世尊的父王叫 静凡王 所以我们看到 许许多多的佛菩萨呢 为了要帮助一尊佛 在世间 教化众生 他们都变现了 不同的身相 佛们有句话怎么说呢 一佛出世 千佛有乎 后面进一步讲到 他们是内密 外现 这个内密啊 是讲他们的身份 最低它是什么身份呢 也是法身大事 那高的呢 他是古佛在来 人家是从长极光而来的 外现 他现各种样的身相 他如果要来到人间 他必须要现什么身呢 人身 他如果到天上去呢 就必须要现一个天人的身 而且呢 世重有三毒 我们看佛的一千两百二十五个 一千两百五十五个弟子 也有 有烦恼的 也有呢 破戒的 其实这些弟子是不是真的有贪嗔痴 这些烦恼 不是的 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佛家所规定的戒律 怎么来的呢 比如说 哪个弟子犯了一个错误 要么佛知道了 他看到了 或者是别人告诉佛 佛呢 就马上定一条规矩 所以很多规矩是这样子来的 而那些 所谓的犯错的弟子 是不是真的 故意犯这个错误呢 不是的 他能是怎么样的 实现 他并不是烦恼呢 导致他 做错这样的事情 假如 没有这些人的表演呢 佛也不可能 定这么多规矩 还有一点 我们稍微也说一下 那 还有很多佛门规矩 当年佛也没有亲自说 我们要不要遵守 还是要遵守 不能说 这个大圣经里面没有 我们就不去奉行呢 这个不行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 您说这个 澳洲 目前有这么多的规定 我们要不要遵守呢 必须要遵守 那如果不遵守 那就算是 佛家所讲的 犯阶 这个大全视线呢 可以说 菩萨呢 跟佛 常常做这样的演化 表演 视线 另外 诸亲族 这是佛的族人 他们的家族嘛 释迦族 还有他们的亲属等等 皆是大全法身上帝 这还得了 那这个上帝就是说 他是上三品 法身上帝 是指的十地菩萨 原教十地 还有呢 等觉 以及呢 这个佛 你看到 在当时世尊那个年代 印度人有没有福报啊 可以讲啊 在三千年前 全世界哪个国家人福报最大 印度人 那现在风水轮流转了 转到哪里去了 转到喜马拉雅山旁边的国家 转到我们中国来了 是不是 你看我们中国现在是大神佛法最新浓的一个地区 现在这个斯里兰卡是小圣最新盛的一个地区 所以这两个国家呢是福报最大的 岂有凡夫能怀 那罗言菩萨 这个那罗言呢翻成中文就是金刚不坏神 凡夫绝对没有这么大的福报 一个普通的凡夫女子她怎么可能让佛来投胎呢 对不对 她没这么大的福报啊 所以你看 摩尔夫人她一生了释迦牟的佛之后 没多久她 她就生天了 她为什么到天上去啊 她那个生下佛 那个福报太大 在人间了 没办法享受这个大福 她必须到哪里去享福呢 到天上去 诸位同学 如果您生个儿子生个女儿 爷也是佛 那您会到哪里去 您肯定也生天的嘛 这都是事实 后面进一步讲 至于莲池大师于书超中 广影镜中金冲 事事无碍之闻 时欲深意 足正苦心 我们从莲公所写的书超 就能够知道 莲池大师对于华严经 通不通打 那是下足的功夫啊 假如说他老人家 对于华严经不了解 他不可能把华严经 灵活地运用在 弥陀经的注解里面 其实大家在仔仔细细地 把黄炼老这个极注 从头到尾看一遍 您就知道 黄炼老对于大藏经 熟不熟悉 非常熟悉 大家有没有看过 黄炼老这个注解 有没有看完了 看完了 只有一个人点头 应该多看 你看完之后才知道吗 193部经论注书 那黄炼老应该全部都看过 至少他看过了 当然他应该看得不止这些 还有其他的他觉得 可能这个时候还不 还不适合来做引用 所以啊 这个深入经账 有很大的好处 帮助他做这个 急注呢 就带来很大的便利 该世事无碍法界 为华严义经所专有 这个最高境界 在其他经上 佛没有提到 唯独在华言 有讲到 故知大师 于本经中广作争吟 以证本经正显 事事无碍法界 以及证明本经属于原教 实不容或疑也 通过廉池大师 这样一个做法 我们大家看了 《弥陀经》之后啊 就不再怀疑了 《弥陀经》是属于什么教啊 属于原教 所以呢 经过廉功这么一提倡 那个净土法门 从来以后 又开始走上坡了 自不大师 大师 宜忠 这个大师呢 就是连功 我们呢 追随他老人家的脚步 专论本经中 事事无碍法界之 玄义 华言中 礼时玄门 誓此法界之无碍 名为玄门者 以通辞 则可入华言原教之 玄海 故曰玄门 这段开始很重要 这个 石玄门的说法呢 是当时唐朝的高僧 这是华言中的祖师之一 玄守国师提出来的 经一 探玄记 探玄记就是华言经的 六世华言的著作 所说石玄次第 这个探玄记啊 是玄守国师 所写的 华言经的著作 为什么说是六世华言呢 因为这是第一次 传到中国来的这个华言经 这是在晋朝时候 所以也叫做 晋经 六世卷 那以后呢 又传进了八世华言 跟四世华言 所以共有三个版本 以正经文 以明本经 十句 十玄 通过这个经文的引用 我们也就知道了 无量寿经里面 也具备呢 十玄门 那换句话说 我们这部经跟华言经的地位如何 相同呢 于是 则确证本经 正属原教 即是 忠本 华言 以证 如上之说 皆是 真实语 非因 静忠行人 之妄 自尊 大爷 这个说得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道理全都搞清楚了 我们才晓得 这一生能够遇到无量寿经 缘分太殊胜了 原来我们学这个无量寿经 它也具备华言经上所讲的四种外的境界 下面我们会学这个十玄门 一看到十玄门 就知道 事实无碍非常不可思议 那我们到达基督世界 可不可以入这个境界 都可以的 我们现在在这个土文吧 大家有没有障碍 有没有障碍 你没有障碍 那你太厉害了 那你都是法生大师 我们都有障碍 就说得很明显的吗 您从家里面来的学院 您怎么来的 走路 开车 法生大师 从家里面来的学院 要不要走路啊 还说走路 哎哟 连三国阿拉罕都不用走路了 人家飞过来的 对不对 那法生大师当然更不用走路了 更不用开车了 好了 这扯得太远了 我们来看底下的十玄门 第一个 同时具足相应门 福华言教理 以缘起为主 法界一切尽成一大缘起 华言经呢 又讲到这个因缘 法华经也讲到因缘 那华言经是讲一大缘起 我们如果看贤手国师所写的 修华言傲指望尽还用冠 他这篇文章特别好 不长 六五大段 大家 大家可以看一下 并且老儿上还特别把他讲过两次 第二次讲得更加详细 您可以听第二次的 第二次更加详细 第一次呢 可以做不错 在这个里面呢 国师啊 就特别讲到 从一体 起二用 这个一体呢 就是讲 自信清净 原明体 或者我们说的简单一点 真心 真如 本性 佛性 等等 都可以 那个 起二用 一个就是法界 一个就是 正宝 我们讲宇宙嘛 这身楼万象 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这个身体 所以呢 一切万法从来的产生呢 都是由我们心享受 那我们这个心的作用 特别特别大 宇宙再大 它都离不开我们的心 学佛 其目的何在呢 就是要把自己的真心 再找回来 你看中文讲嘛 父母未生前 本来面目 假如说我们连自己不认识 说的实在的 自己不认识 我们认不认识别人 不可能 古人还有这样一句话 叫 事得一 万事必 那个事就是认识 事得一 万事必 必就是必尽的必 那个一就是什么呢 就是自信原明体 国师讲到三种周变 哪三种周变呢 第一个 周变法界 我们一定要对自己念头 这个想法 要负责任 为什么 再威胁的念头 只要一产生 居然它覆盖的面积多大呢 整个虚空法界 全部都有 每个角落 每个角落都到达 还有第二个呢 出生无尽 这是讲它的变化 极其复杂 第三个 寒荣空有 这是说到我们的心量 广大无比 中国古人有句话讲吗 叫 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 真的 您希望自己福报大 智慧大 一定要拓宽什么 拓宽自己的心量 要有包容之心 下面进一步讲 一法成一切法 一切法起一法 这个一法呢 就是无名夜相 这是自然现象 就是一念不觉 这是大神经里面呢 所提到的 所以有人问呢 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 我从哪里来的 怎么来的 就是一念不觉 我们现在学佛学什么呢 就是让那个不觉 那个不 把它给怎么样呢 去掉 你如果 我们如果恢复到 恢复到 一念觉 念念觉 您就是谁啊 您就是法身如来 我们现在通过什么方法呢 八万十千法门 通途法门 这是述出的法门 我们现在不修这个方法 我们修哪个方法 横出 我们修净途法门 恢复到这个一心 就能够见到诸法十项 这个成一切法 就是讲 所有的实法界呢 一报正报 都呈现出来了 其实整个宇宙好不好 跟我们的起心动力 有密切关系 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山上 动一个念头 它所影响的范围 产生的作用 也许不在眼前这个世界 可能在遥远的其他的国度 在别的世界呢 产生的影响 一样的嘛 那别的世界的众生 他们动这个念头 很可能会怎么样呢 也会干扰到我们 那问题是 您想不想被人家干扰啊 刚刚不是提到那个事情吗 现在有同学 觉得做老师很难 老师跟学生面对面吧 这是两个世界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的定功很强的话 我们就有能力 不受他的干扰 他再怎么样 发出那个电波给我 我呢 我可以不用接受 那我不接受 那个波就怎么样 就弹回去了 甚至我们把他的电波怎么样 给吸收了 举个例子吧 现在不是有那种 隐身飞机嘛 对不对 譬如说这是一架飞机 那个雷达不是探测它吗 那个飞机 它那个涂料 表面那个涂层 可以吸收那个雷达波 那这个雷达扫过去 他有没有看到这个战斗机呢 就看不到 新的作用 无与伦比 我们这还没有细讲 如果西讲的话 您才知道啊 原来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功能 太强大 太强大 这讲到自信 这个起义 一切法 起义法 这个起义法是指我们的夜报生 夜报生 它有多复杂呢 我们光是讲那个影业 就不得了 我们想要得到人生 首先要修什么 五介石身 它还有另外一种业 叫满业 都来到人间做人 是不是我们的富贵 穷通都相同呢 不见得 不要说别的吧 都是男众 或者都是女众 我们的模样一样不一样 纵然他们是双胞胎 您仔细看 他们有没有差别 我们这里不是有个双胞胎吗 对不对 有时候啊 不注意看还看不出来 有时候搞混了 随时咯咯 随时滴滴 但是仔细看 还是有种不同 为什么不同呢 念头不一样 只有一种情况之下 您看不出来 您绝对看不出来 什么情况之下呢 这两兄弟想的都是一样的 那就没办法了 是不是 那绝对找不出 他们的差异了 那法生大事 他们为什么相貌 都相同呢 因为人家没有念头 这就是他跟我们 凡夫 这个四身法界里面的圣人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大家看到每一个菩萨 到达那边之后 容貌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 大家看这个佛像 您觉得佛像装不装严呢 其实这个才是三十二像而已 如果是报神佛 那不得了 八万四千像 八万四千好 八万四千光 我们这边的人 没得比 到了后面经文呢 我们再来细细的解释这个事情 后面进一步讲 一时巨足 圆满显现 故约 巨足相应 这个巨足相应呢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三种周变 的的确确 我们动这个念头呢 远在极乐世界的佛 菩萨都知道 其实十万亿佛国度远不远呢 作为同学 远不远呢 就理上来讲并不远 对不对 才十万亿佛国度 再说得远一点 十万亿亿佛国度 那么远 的佛刹 那边的佛 知不知道我们地球上众生的 起心动念呢 都晓得 为什么晓得 同一个法身 那换句话说 佛在哪里呢 当下就是 他就在眼前 没有离开我们 第二个呢 就是出生无尽 我们知道自己念头啊 决定外面的现象 所以我们从今天起 不能够再胡思乱想 我们要想就想什么 想五戒十三 想呢 三福六合 三学六度 十大愿亡 我们想 阿弥陀佛 这个意念 是纯准纯善的 第三个 拓宽心量 也就是呢 寒荣空油 所以啊 常常读大圣经典 特别好 诸位同修 请问一下 您读完无量寿经之后 有没有觉得 神清气爽啊 有没有感觉到 精神很饱满呢 有啊 大家早上读了没有 读了没有 读了 要读 所以实在话 读无量寿经非常好 为什么 您每读一遍 无量寿经 恭恭敬敬地读一遍 您就在怎么样呢 您就在吸收 这部经的能量 现在不是有句话说 叫正能量吗 哪里的能量 纯正呢 佛经 那佛经当中 又哪一部经排名第一经呢 无量寿经 这部经是谁在宣传的 十方诸佛在宣传 那换句话说 当您在读经的时候 在这个当下 不管您读多久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那个十方诸佛 加持您那个力量特别大 这是真相 所以我们希望啊 环境好 希望自己身体健康 希望一切顺心如意 要常常跟佛在一起 那现在佛呢 又不在身边 我们读佛经 按照这个佛经 所讲的理论方法 去照做 佛一定会呢 实时护佑我们 帮助我们 成就我们 我们纵然有再多的困扰 有再多的麻烦 您不必担心 所以沃尘昨天也就是建议那一位统修 如果遇到困难怎么办呢 千万不要跟人家发生冲突 我们呢 每天保持修界定会 同时呢 遇到困难的时候 赶紧就求佛的一家旨 你看我们每次上台之前 恭恭敬敬的顶礼三拜 我们在顶礼三拜的时候 也要发愿 发什么愿呢 祈求佛的一家旨 希望我们这一堂课顺顺利利 讲呢 很顺利 听呢 也很顺利 讲完之后 大家听完之后 都欢喜 所以这个沉浸之心 特别重要 后面说 华言妙言品约 一切法门无尽海 同会一法道场中 那么这个就是啊 刚刚所提到的第一个 同时巨足相应门 下面我们再看 清凉大师所写的 《华言经书抄》 里面的一句话 如海一滴 巨百川位 是为此门之悬翼 这个例子 我们大家比较好体会 大家都尝过海水的味道吧 苦苦的 咸咸的 那这么多的江河 等等的水呢 到后来汇聚到哪里呢 都进入到大海里面 经此经中 巨贤此同时巨足相应之 玄门 这个巨贤就是讲 巨足 显明 显明什么呢 我们这部《无量寿经》 华言经相同 下面举例了 如经中 至兴经敬品乐 法藏比丘 与比二十一巨之佛徒 功德庄严之势 明了通达 如依佛刹 所设佛国超过与比 这个就是同时巨足 夏令宫汇集这个《无量寿经》呢 有说到二十一巨之佛徒 还有说呢 二百一十亿佛杀 两种经文 都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 不同的文字 因为夏令宫是采取 不同的原意本 它没有改文字 它是造抄的 所以有时候呢 是讲到二百一十亿 有时候说呢 二十一巨之 这个巨之呢 翻成中文就是一 另外呢 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二十一 是不是真的只有二十一 不是 二十一表什么 表大圆满 它是表无量无边 所以我们净土中呢 常常常用七 用十 用二十一呢 表 这个圆满的意思 你看当年佛讲《华严经》 那个分量很大 十个三千大千世界 也为成绩 一世天下为成品 佛讲这部经花多长时间呢 二七日中 有的经上说是三七日中 大家看一下 这么大部头的经 居然在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就把它讲完了 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实呢 到了法生大事 这个境界 已经没有时间的限制 它为什么没有这个限制呢 人家不起心不动念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 我们该怎么做呢 你也不要打妄想 你也不要再分别再自主 自然就突破了 这里呢 有讲到啊 阿弥陀佛的前身 是法藏比丘 这是他出家之后的身份 他以前是国王 他用多长时间来修行呢 蛮久了 五大节 后来就成就了四十八大院 有人问呢 这个极乐世界是怎么来的 是阿弥陀佛所发的四十八院 自自然然形成在那个世界 正因为如此 所以极乐世界 苏胜庄严无比 功德庄严之事 明了通达如依佛叉 法藏比丘呢 他在印尼当中 把每一个佛叉的情况 都做过细致的调查 最后呢 他就把人家的优点 全部都选取 不足呢 统统都舍弃 所以啊 新的世界就会 所设佛国超过余比 这是讲到极乐世界 别的世界好的 在极乐世界都能够看得到 其他世界的糟粕呢 他都不要 这是最好的一个世界 念老在讲 经中二十一巨之佛图 表无量佛图 法藏比丘 摄无量佛图 唯一极乐净土 这个讲得非常正确 其实我们这样子看了 您就知道 极乐世界算不算是一个汇集的 它也是汇集嘛 对不对 把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真善美汇 全部都把它吸收过来 形成一个新的 崭新的世界 世纪华言中 一切诸法同时同处 为一大缘起而存在 具足相应之一 这就说得非常清楚 华言经上有的呢 本经里面都有 再说句实话 学华言经将来去哪里 到华藏世界 那我们学无量寿经 是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 又有什么不同呢 打个比方啊 诸位同学 您觉得图妈哪里最漂亮 哪里 好像没有蛮特别的 是不是 就说一个 大家都知道的 那个叫什么 那个野长公园 大家知道 Pick那个Poing Park 大家知道在哪 就是我们上高速公路 那个上来嘛 上来左边拐弯 那个公园 那个地方算是 游客去的最多的 所以呢 这个极乐世界 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是那个公园 那华藏世界 相当于什么呢 图文吧 这个讲大家都比较清楚了 等于说 它是这个世界当中 最精华的一个地方 最好的一个地方 这样讲大家清楚了 好 所以呢 后面就说了 是为十选之总门 那么这个呢 是属于第一门 同时具足相应门 是属于总门 十一本经之总相 它也是无量寿经的总相 当然呢 也是华言经的总相 同时具足相应 本经 是亦同此一大缘起而出现也 的的确确呢 我们这波经的兴起啊 也是有特定的因缘 其实释迦牟尼佛 这次来到人间 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知道极乐世界 也希望我们大家呢 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 那这一次佛来到人间 实现佛生 多少次了 八千次了 他以后还会再来 肯定会 肯定还会再来 为什么呢 还有很多众生没有回头吗 所以佛呢 不得不一而再 再而三的 不断的实现 后面再举个例子 有全持功德品中 起水依水众生意 你看 这极乐世界的池水啊 太不可思议了 那边的水怎么个好法呢 我们在后面经文会看到 那边的水叫什么水啊 八功德水 众生所欲水之冷暖 缓急 生前各个不同 而此一水能同时同处 满足一切众生心意 诸位同学 如果您家里面有这样一个游泳池 好不好 冬天 夏天 您跳下去 您不会觉得怎么样呢 太热 或者太冷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看极乐世界的水啊 都能够听人家的 听人的话 我们想什么 这个水呢 它的气 立刻的变化 水 是义法 众生之欲 是 多法 这个欲就是我们的欲望 念头 而 此水能同时相应于 以众生之一 此正是同时具足相应之 玄门也 我们也许心里面有一个疑问了 为什么在极乐世界会有这样一个现象 什么缘故呢 其实佛已经告诉我们一句话了 其实慧能大师也说过类似的话 慧能大师怎么说呢 何其自信 本质具足 还有 何其自信 能生万发 那现在我们凡夫可怜在哪里呢 我们这个这么美好的一个自信 迷了 而且越迷了 还越深 因此我们从今天起 要赶快 赶快呢 调转回头 不能够再搞贪生时闷 要立刻呢 修学 界定会 这个才好 何况此水 富能同时 波扬无量 唯妙音声 或闻佛法生生 乃至甘露灌顶 寿卫生 这是举两个例子 说到这个池水 居然能够让我们大家 在七宝石当中 一边沐浴 一边游泳 还可以怎么样 清经文法 所以在极乐世纪 可以说 清经是不会间断的 德文如是种种生疑 其心清静 无诸分别 正直平等 成熟善根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为什么在极乐世界 大家那么快成佛 因为他那个六根 接触到的六成境界 全部是佛法 说得比较通俗一点 您想在极乐世界 不想听佛法 都不可能 对不对 都会听到 都会看到 所以在那边 就进步神述了 所不欲闻 如果哪一天 您在这个七宝石当中 不想听任何法 可不可以 没有法被您听到 也可以的 很不可思议的 永不退于 阿尿多诺 三妙三菩提心 这是无上正等正觉之心 所以菩萨呢 他能够保持住 永远进步 而不会退转 后面念老再说了 只是一随 但能与同时同处 满一切闻者之愿 在这个七宝石里面 再多的菩萨 沐浴游泳 通通呢 都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 可以说呢 我们在极乐世界 永远不会看到 人满为患的现象 不可思议的是 如果这个池 它本来是石油群的 这最小的嘛 那来的菩萨多了 那个池它会相应的怎么样呢 变大 谁把它变大 您的念头 对不对 所以在那边呢 您放心 菩萨不会互相有争执的 你怎么跑过来 你出去 这边已经很挤了 绝对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总之啊 那个住的地方 很舒适 用的地方呢 也都是称心如意的 所以在那边呢 绝对不会有人事上的纠纷 我们在那边生活 居住 学习 真的 像一般人所讲的 称心如意 每天都是发洗充满的 这是讲到十四五碗 里面的第一个 聚足相应门 我们明天呢 再来看后面的九种门 也是很不可思议 莫学勿胜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